钢铁贸易贷款的风险在中国已经持续多年 许多银行是深陷其中 中国钢贸企业至少有三分之二位于上海 而上海钢贸企业的未尝贷款去年底总计大约是1800亿元人民币 那么除了上海市重灾区之外 江苏最近也新增不良贷款182亿元 成为同期中国新增不良贷款最多的省份 有专家就认为中国经济放缓造成很多行业都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 其中就包括钢铁业 分析指出这和中共当局主导的刺激经济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专家估计未来将会曝光越来越多的融资黑洞 大陆21世纪经济报道最近了解到 江苏省有10名银行支行长因为钢贸市场融资黑洞被撤职或追究法律责任 包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 以及省内的江苏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在内 报道显示江苏新增不良贷款在今年1到6月就达到了182亿元 其中钢贸市场是这些不良贷款的主要集中领域 而同时有10家支行同时在参与对这个银行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它如果这个交易有风险或风险大或破产的话呢 那等于是同时把10家支行都给带下去了 就是说这也是件令人就是觉得非常诧异的就是中国一些融资平台呢 据了解大陆钢贸市场采取多种加强担保方式来符合银行的贷款要求 其中通过向钢财市场缴纳保证金寻求钢财市场提供保证担保的联保互保融资模式得到了银行的认可 资料显示钢贸行业从2000年开始采用联保互保的融资模式 到2009年这一融资模式达到了顶峰 大批的钢贸商可以轻易的从银行那里获得抵押贷款甚至重复抵押 2011年中国钢财贸贷款1.89万亿元同期的全国贷款总额54万亿元 钢贷贸贷款在整个银行贷款中的比例高达3.5% 事实上这都是中共中央对于GDP即可高GDP即可的一种展现 但是呢这个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 比如说对地方政府的利益 但一定的层面掌握中央政府的利益就出现了分离了 那么呢这几个银行行长就成了这个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一个牺牲品 21世纪经济报道显示 截至今年上半年江苏钢贸市场不良贷款余额为213亿元 不良贷款率为42.3% 较年初上升23.3个百分点 而江苏五家大型银行上半年新增不良贷款中 钢贸贷款就占了55.8% 中共国家审计署7月28号发表公告声称 已经开始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估计 未来几个月可能会有更多的融资黑洞被曝光出来 一旦追查到融资平台的时候呢 类似这种风险极大 或者是没有独立担保 不合乎程序 或涉及到行贿受贿 所有这些步伐和违规的现象呢 可能都会一一暴露出来 我想现在呢各省视线那些地方政府 那些涉及融资平台的人员呢 很可能已经现在几多密鼓的在准备后市了 或甚至准备逃跑了都有可能 根据上海一名钢贸商负责人透露 现在有不少钢贸老板跑路了 抵押物也不要 因为现在钢材价格跌到谷底 贷款又已经拿到 钢材就留给银行处理 何况这些钢贸商的一批货物 被反复抵押不知道有多少次了 今天开始本業烈了